大家好,歡迎收看《信網破壞股》追蹤 今日要講的股份是老牌珠寶股周大福1929 今日股價終於發威 受到消息刺激,今日股價高開超過4% 升得很急,最高見過$9.04 升幅有1.6%,成交亦明顯增加 周大福今早一舉升穿了10天、20天和50天的移動平均線 突破$9的重要阻力位 14天的RSI亦都重上$58的水平 MACD在零續上方亦都有所轉強 顯示反彈力度頗強 其實周大福的股價今年一直令人失望 由年初$13.04這些高位跌到6月尾$7.044 跌了超過4.4 近這兩個星期,股價終於在低位反覆站穩 昨日公布第二季的營業額亦都按年大增6.3% 銅店的銷售增長亦都按年升了4.8% 好過市場預期 外資大恐摩根士丹利 亦都說周大福最壞的時間已經過去 周大福的股價受到業績好的刺激在低位反彈 看周線圖,其實今早早亦都突破了10周線 相信短期反彈的勢頭仍然可以持續 或者會試試10元這些重要關口 投資者可以在升勢略回信時考慮一下 多謝收看信網破維股追蹤 明天再和大家見面